你可以跑得比车更快吗 在100米内 博尔特可以做到 那如果是10公里呢 连世界冠军也不行 但这个女人却可以 她前脚把邻居杀死 后脚就能返回10公里外的诊所 前后不过几分钟 但这10公里路 开车度需要20分钟 可难CPU都炸了 还是想不明白 这肉女子究竟是怎样比车还快的 可别以为这手法是在吹牛 少年包今天就曾验证过 她并不复杂 但你永远想不到 其中最离谱的就是不在场证明 而她的证人还恰恰是不美 不美肯定 凶手另有其人 今天静香一直在给她拔牙 虽然她中途睡着过 但她清楚地记得 7点半时 两人在跟莉莉周讲科南 这个时间正是死者的死亡时间 前后几分钟的午茶 根本无法返回家里行凶 更何况还得跑个来回 警察百思不得其解 静香在一旁暗自得意 这完美诡计无人能破 但她显然低过了毛利 心指住啊 今天摸我肚子 其实不美开电视的时间 并不是7点半 而是8点钟 在7点55分回到诊所 在8点时 叫醒不美看电视 此时你已将时钟调成了7点30 已让不美服下安眠药 并趁机调回时钟 在10分钟后就叫醒了不美 这样一来 就让不美对时间产生错觉 我相信屏幕前的你 也和毛利讲的一幕一样 但你们小看了这个狡猾的女人 静香指出 她家里并没有录影机 并且在8点时 她已将不美送回家里 不美的家人完全可以作证 毛利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但她女婿可不是好糊弄的 她之前陪不美来诊所 静香就着急把她赶走 肯定是怕她影响计划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在不美身上 但不美却一脸丧气 术昨天的节目没看完整 她当时拔完牙就感觉发困 静香让她先睡一会儿 7点半再叫醒她 等她醒来 刚好看到丽丽周开播 但吃了止疼药后 她才看了几分钟就又睡着了 再次醒来 丽丽周刚好讲完 连续睡着两次 这倒给了静香犯罪的空隙 但案发时的7点半 静香远在10公里外的诊所 她虽然有可能在那之前去杀人 但几分钟的时间 完全不够到往返诊所 难道有什么高科技能比车更快 还真别说 柯南发现了两道新鲜的印子 抬头一看 对面竟然是静香的家 等等 静香家里的窗帘怎么和诊所的一幕一样 柯南脑袋电闪又雷鸣 瞬间她明白了一切 几分钟瞬移10公里 不过是雕虫小进 推理开始了 窗帘还没来得及换吧 美女 诊所和家里装修的一幕一样 不是偶然吧 你先将不美麻醉 在7点5分左右 开车带她回家 等到7点半 就去隔壁杀了邻居 来回吉布鲁 花不了多少时间 紧接着 你就叫醒不美看电视 因为这里和诊所长得一样 不美天真的以为 自己还在诊所 等再次听她吃些安眠药后 你又开车带她回诊所 等你们回到诊所 不过也才7点45分 你根本不需要瞬移10公里 只需要围造一个假诊所就行了 巴嘎 别在那长根鸡毛装震弹 你有什么证据吗 小水德锤 被你随意利用的不美 就是你唯一的破绽 她最开始拿了一张红桃A 放在身上 7点30分醒后 又将红桃A放了回去 如果她一直在诊所的话 你家里的这副牌里 为什么有两张红桃A呢 镜香瞬间面对惊慌 但下一秒 却转变成了阴痕 她问可南 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吗 同时也在慢慢逼近 镜香最终还是放下了恶念 其实 她也是个大原种 若不是米花是归柜顶 谁又愿意杀人呢 她杀死的邻居胖虎 曾在26年前绑架了一个男孩 胖虎明明已经得到处境 最后还是残忍私票 更可惜的是 胖虎最后竟然被无罪释放 她走出法庭时嚣张的模样 深深映在七岁的镜香心中 她苦苦涩化26年 就是为了帮弟弟复仇 镜香满眼悲凉 如果当年能有一个 柯南这样的争担 也许她的人生 也不会就此断送吧 我是明志弹丽地周 讲不完柯南不罢休 下个大人种现场 我们再见